完之後呢 接下來要做什麼呢 我講過如果你錄製完之後 他可能錄完的程式碼 我們來看一下 基本上在哪裡 從聚齊裡面找到黑名單篩選 這邊有個編輯 你就按一下編輯之後 他會幫你直接用那個 按編輯實際上就是 幫你用 VBA 去開啟 OK 所以如果說你直接按 VBA 也一樣 按編輯 你會發現他就幫你 你怎麼樣 把 Visual Basic 裡面這個 Module 有沒有他自動幫你新增一個 Module 再來的話幫你新增一個 Sub 名稱叫黑名單篩 所以其實 這個錄製聚齊 其實也就在 VBA 裡面 加一個模組加一個 Sub 然後再來的話就幫你錄這些東西 那不過請各位看一下 裡面的話有一些東西我是建議慢慢的 第一個上面這個註解可以拿掉 那我是直接按一個 Tab 鍵 請你在這邊 加什麼東西呢 加一個註解 一 這一行做什麼 游標放在 查詢名單 有沒有 Denslator 序齊是工作表 這個工作表幫我切過去 Denslator 底下的話你會發現這個 X Window 其實因為我剛剛有沒有捲動那個 那個捲軸嘛 所以其實底下這幾個 這四行有沒有 都可以刪掉 不用 所以這邊的話 第一個 第二個 第二個的話呢 是做什麼 游標放在 B2上面 所以這個後面請各位自己自己打 我就不打 第三個的話呢 這什麼呢 就是 輸入什麼呢 你的公式 有沒有 Active Sale 目前的 儲存格 Formula就是什麼公式 輸入這一個 OK 然後再來的話就是篩選 第四個 所以你會發現 篩選 應該是向下填滿 這個是向下填滿 填滿到哪裡呢 填滿到最下方 所以這邊的話有個什麼 Selection Selection 使得就是你目前的選舉區 意思就是那個儲存格 Autofeel 向下填滿 Ease 類推 然後填滿到下面 再來的話呢 做什麼 游標在幫我放到哪裡 所以這邊 第四第五 後面自己自己打 註解部分自己再加上去 然後 再來做什麼 第六 基本上就是 做 那個篩選 所以特別去 篩選 主要是用這個 Auto Filter Autofilter 那怎麼去篩選 其實關鍵就是後面這個 Criteria 等於1 有沒有 所以關鍵 Filled 這個指的是哪一欄的意思 一起欄 因為我只有兩欄 有沒有 我要篩選 這一欄 所以第二欄 Filled OK 其他的話呢 請各位自己再去 針對那個每一個每一個 加上註解 那我這邊是已經有一個 加好註解的版本 就在圓端上 有沒有 所以我就直接拿這個來用 Ctrl C 直接就 Ctrl V 到這邊好了 這個是已經加完註解 請各位自行再加上後面的註解 這個不一定跟我一樣 沒關係 OK 好 再來的話呢 就是什麼 清除 清除也是一樣 清除的話就是 1 它是什麼 游標放在 A1 然後 Ctrl C 向下 然後 Clear Context 就是什麼 清除資料 OK 這個註解自己加一下 建議各位 錄完句集之後呢 一定要加註解 否則 將來 你會看不懂 你到底錄了什麼 這個不是一定要的 可是 我是建議 如果你用錄字句集的話 盡量還是加註解 另外的話可以順便看一下程式 因為可以透過什麼 透過看懂程式 學VBA 因為將來這些都可以拿來用 OK 好那再來的話呢 我們做完之後的話 其實執行你會發現 應該就OK了 因為這個應該沒問題 執行 可是呢 剛剛會有一個感覺不是很舒服的 這個地方 你會發現這個怎麼 它明明是什麼 明明是已經切回來了 但是問題還會有那個殘影出現 那為什麼會有殘影 基本上呢 如果說你將來 會切換畫面就會有殘影 可是那個殘影如果你想要不讓它出現的話 只要在哪裡呢 程式裡面 所以就可以說錄字句集不是不能改 可以改 你可以針對錄字好的這個句集 再去做編輯 也可以再修改 比如說我今天 不希望看到這個殘影的 這種狀況 怎麼辦呢 有一個方法 就是關掉什麼 關掉那個 畫面更新 所以畫面更新的話 主要是有一個物件 就是那個物件呢 基本上有Excel 叫Application Application 這個物件呢 它裡面點 其實這個Application是什麼 其實就是上面 VDRAWBASIC FOR VPA FOR Applications 實際上指的 在這裡指的就Excel Excel裡面 它有一個畫面更新關掉的 所以你點下去 畫面更新 畫面更新的英文叫什麼 Screen 所以打一個S 所以你會發現打一個S之後 這邊就有什麼 Screen Updating 你可以把它關掉 等於什麼呢 等於FORCE 關就是FORCE 好 其實只要加這一行 就可以把剛剛卡卡的那個畫面 給關掉 它主要最後是什麼 就是如果你 假設做動作的時候呢 你不希望做動作 這個章中呢 畫面會有更新 一直停在那個畫面就好的話 你可以加這一行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效果 按一下 剛剛會卡卡的 現在按下去會不會卡卡 你會發現它就停在這個畫面 東西就過來了 有沒有 所以 那個以後如果你看到假如啦 尤其是你那個多工作表切來切去的話 會一直在閃動 不好看 你就可以加這一行就可以了 OK 清楚 我是建議如果你加了這一行之後 請你在最後結束的時候 再加一個 Application Updating 等於什麼 你可以把這個複製一下 等於 建議啦 如果不加好像不會影響 我是沒有試過啦 不加的話 一般我是加 因為如果你把Updating 關掉的話 本來應該畫面要更新的 他就都不更新了 所以有時候可能會造成什麼 因為他使用起來怪怪的 以前不是應該有什麼東西 跳來跳去 突然不跳了 感覺是不是壞掉了 不是因為你把它關掉了 沒關係 再把它打開就可以 打開的方法很簡單 等於True就好了 OK 所以 你會發現這個等號 而且這個不用自己打 等於 有沒有自己會跳出來 開關 等於True 再把它打開 OK 就有點像 你們加入修那個水電的時候 有沒有 假如說你今天要修水管 你一定要把那個水管總開關關 關起來吧 不然的話 水一直在流 等到你什麼 修好了你一定要把它打開 不然就沒水 這到底是壹樣 OK 各位 再把這個加上去 所以剛剛主要兩個重點 一 請你自行了解一下 裡面的每一行到底做了什麼動作 第二個的話呢 如果畫面跟新要關閉的話 還怎麼做 OK 所以這做完之後你會發現 這樣下去 它就OK了 大概呢 我們自動化第1個階段就完成 也就是利用錄製劇 你會發現基本上我們沒有寫一行程式 但是 也可以達到我們的要的結果 不過當然你有同意說 老師那我可不可以不要用錄製劇集了 我可不可以自己寫 當然可以啊 只是說你的功力要夠啊 你要怎麼樣 其實如果自己寫的話程式不用那麼多 大概應該五行以內就可以寫完 只是說因為錄製劇集 會多 那個什麼點來點去那個動作吧 因為 錄製劇集 主要就是記得你的什麼 你滑鼠游標跟你的那個鍵盤的動作 如果你寫VBA程式 那些都不需要記得 你只要直接指向就好 OK 所以這個部分請各位先試一下 畫面先還給各位 就是 第一個 先觀看一下你剛剛寫的VBA程 如果RUN OK 那你看一下 你錄出來的程式 就是 上面到底有沒有多一些不應該出現 如果有像我剛剛有那個Active Window 什麼 什麼Score 等於多少 那個你可以把它刪掉 第二個的話呢 請你在上面加上註解 那註解呢 我是建議你可以用自己的 習慣的那個方式去打 不一定要跟我的一樣 再來的話就是把畫面更新關閉 好 對